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本书中记载了一种法器 可以用来追踪夜魅 不过这法器的名字 我记不起来了 没关系 我现在就以鸟兽传一回门派 让念白语去藏经阁查一查 将那法器送过来 我明明记得 就在这附近的书架上啊 你看那个 是不是他们找的那个书 叶妹 叶妹 找到了 叶妹嗅觉灵敏 可嗅到人心所惧所爱 嗅觉灵敏 必然惧怕强烈的味道 可以沿途泼洒浮水 来限制叶妹行动范围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可用灵听国产的红丝 散布在此邀必经之地 红丝 会附在叶妹身上 无法除去 可谓追踪者指路 由爱衣着华丽的落单男女 变成其恐惧 或爱慕之人 蛊惑人们进入其制造的幻境 趁恐惧最盛之时 吸人脑髓 爱慕之人 你不用乱抓重点 然后我们三人分头行 在味洒浮水的街道上 手术带涂 仅仅有条三岔路 只有一个出口 便由我手在出口 定让它无处可逃 这个办法好了 总有一个人能等到叶妹 什么家偶情深 都比不上这杯中酒 叫人快活着 苍天保佑 神明保佑 苍天保佑 神明保佑 为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我手上就这么点积业 可别都毁了呀 小美人 乖乖入睡吧 告诉我你爱慕什么 恐惧什么 别忘了把另外两个拖住 别让他们坏了我们的好事 放心吧 司英大人 属下这就去办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弄不掉啊 姑娘 夜已深了 你为何独自在此处 姑娘 你这是 是 娘子 原来你在这里 怎么 怎么 就一会儿功夫不见 就这么想我啊 别我现行 可恶 订阅